大家好,我是Dan 出道舞台应该是歌手们最紧张 也是最难忘的舞台 透过出道舞台的表演 歌手们也会越来越成长的 但是有些歌手们的出道舞台 因为各种原因 却变成了最后一次的舞台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出道舞台变成最后一场舞台的歌手 前四位 第四,Uri 2009年1月2号 当时年满15岁的Uri 出演了Music Bank表演了自己的出道舞台 仅仅这么一次的舞台 就震惊了整个韩国网络世界 当天一起出演音乐节目的 都被Uri的歧视给掩盖了 虽然说是出道舞台 戏人歌手一定会很紧张 但是Uri从头到尾的音程 牌子一直反复出错 所以在节目结束之后 就被很多媒体、网民们嘲笑戏弄 甚至也有应该是富二代 可能是电台的女儿等的谣言在疯传 因为Uri在这个时期受到的打击实在太大 在出道舞台两个月后 就离开了经纪公司 过着普通高中生的生活了 在大学毕业之后 就开始在机场免税店工作了 之后在2007年开始 离开了韩国定居在东京了 第三 有着韩国所有书情歌 都是在模仿Uri之称的传奇歌手 在发表了第一张专机 Sanagi Demone不到三个月 只出演过音乐节目一次后的 1987年11月1号凌晨 因为坐在酒驾的朋友车上 而车祸身亡 享年25岁 对韩国音乐是有着极大影响的语气哈 就这样离开了 第二 金森杰 韩国最初的hiphop团体 90年代初中期 与SotageyoAider 评分10代20代粉丝们人气的双人组合 DUCE 其中成员金森杰 因为可爱的长相 180的身高 以及时尚的打扮 当时真的是不分男女 受到很多粉丝们的喜爱 有看过我的10万Q&A的人应该知道 DUCE这个团体 也是我人生第一次犯过的团体 DUCE在团体解散后 金森杰在1995年11月19号 以以前都制作的专辑 Solo回归了 出道舞台是SBS INGIGAYO 主打歌是MARAJAMI 在金森杰的出道舞台结束后 音乐 舞蹈 哈体服装等 所有部分都被媒体 评论家 受到极大的称赞了 但是在出道舞台后不到12个小时 23岁的金森杰 在酒店房间内身亡了 一开始 韩国警方也没有外伤等原因 对外发表猝死 但是之后在金森杰的手臂跟胸部 发现到28个真痕 所以又改口说是服药过量自杀 但是金森杰是右撇子 而28个真痕都是在右手被发现的 在一般常识下 是很难自己给自己打针的 并且在验尸的时候验测到 体内有动物麻醉剂 所以韩国警方重新以踏杀 开始进行全面调查了 之后将事发当天 一直在一起的前女友 以杀人罪立案了 这位前女友 虽然在一审被判了无期徒刑 但是在二审跟大法院的中审 最终以无罪释放了 事情发生已经过了24年 挺曾经世间仍然是个谜 第一 抠起 2005年 因为独立乐团克莱娜的成功 很多电台都开始制作了 介绍独立乐团的节目 其中MBC的音乐节目Music Camp 也进行了介绍独立乐团的节目 当天第一次出演电台音乐节目的 独立乐团Lux 因为前面几个舞台 都是爱豆们跟很多伴我们演出的 华丽舞台 所以为了让独立乐团的舞台 看起来更有活力 Lux邀请了其他乐团的成员30多人 一起上台表演了舞台 对了Music Camp是现场直播节目 在表演开始后 正当舞台要进入副歌部分的时候 乐队靠起 跟Spikey Bridge的两位成员 在没有穿内裤的情况下 突然脱下了裤子 因为是电台的直播节目 所以这个画面 整整在电视里播放了7秒多 当时摄影师们也因为太慌张 急忙地将镜头转到观众席了 但是镜头拍出来的是 观众们惊吓慌张的表情 甚至还有家长用扇子挡住 孩子们眼睛的画面 我当时有在家看这个直播 真的在电视上 成员们的那个部位能看得非常清楚 这个事件后 这两位成员都收到了警方的调查 之后各自被判了 10个月8个月的有期徒刑 而Lux的主唱 被质疑事先已经与他们串通好 而受到媒体以及大众们强烈的指责了 Lux乐队也禁止出演电台节目了 而Music Camp这个节目 也因此停播了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